然后另外咱们说完这个事 咱主讲啥呢 家门 NASA 咱们讲讲这个飞船 这个事特别搞笑 想听过 扣扣扣扣想听啊 我今天仔细研究一下 因为我对这个事情 我非常好奇 我的月亮什么样 宇宙什么样 太空什么样 我特别好奇 家门咱们有句话 叫谁掌握了月球 谁掌握了太空 对不对 然后咱们说什么呢 就说这个美国NASA 这个事 美国NASA和波音飞机 波音公司呢 合作了一个太空飞船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叫做什么 叫星际客机 这个事 前一段时间 吵得沸沸扬扬了 今天兄弟们啊 就关于这个事的 最新消息来了 我一直想给大家讲 没抓到机会 经过一系列的 抢救工作家们 这两个人 回来的日子 又一次推迟了 就是在空中 就崩飞了那个 就像崩崩花似的 把那飞船 差点害羞羞了 没给崩飞的那个事啊 就是这俩人呢 上前这俩人 可能又一次回不来了 而且现在很有可能是 之前NASA 送太空里面 那个几个人 真的是回不来 为什么 因为飞船 不是这出问题 就是那出问题 尤其是啥呢 咱都知道 就害气泄露那个事 是不是啊 搞不定啊 就是没招了 害气是什么 就这个事 已经出了八百 八百年了啊 咱一直没讲 而且没有一个人说 系统的给咱们讲明白 对不对 就包括我 关了一些博主 都没有讲 所以说我 我就从里到外的 我梳理一下 所以大家讲 为什么说这个晚上 为什么这么严重呢 因为这么严重 为什么他们还活下来了 咱现在了解说 害气这个东西是什么 它是啥 它是一个火箭燃料的压缩剂和 不是压送剂和这个增压剂 是干啥的呢 就是负责啊 就推动太空飞船 往前走的 因为什么呢 太空是静止的 它没有大气层 没有空气 所以没有动 没有个助力 都是惯性嘛 对不对 都是惯性 就包括我们到太空 都是飘起来的 所以要想让这个一个东西 在太空里面走起来 必须有一个气体 去推动它 那么这个害气 就是推动飞船 往前进的那个 那就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用咱们老百姓 能听懂话 就是基本的动力 啊 动力系统 一旦这个晚上泄漏了 或者是没了 那废了 那飞船就是活棺材 就直接失控 只能在太空就飘了呀 就飘啊 飘啊 就成阿飘了 严重一点 它还会引发推进剂 温度失控 这个晚上推进剂 如果温度失控了 会干嘛 直接飞船爆炸 直接爆炸 但是害气泄漏呢 家伙们 一直都没解决 有人说嘛 没解决 敢往天上干 就这么呢 真的 就是飞船的这个 密封系统 老是怎么好 动不动就露气 啊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关注过 因为我是系统梳理的 我也关注那些历史 叫什么啊 2019年的时候 NASA就让波音呢 进行了一个 飞船的首次试飞 结果飞了三分之一 不到出问题了 就开始害气哭哭 往下露啊 就不得不在失控之间 就反回来了 然后波音就不服嘛 说老子天下第一啊 我这玩意研究不好 谁也研究不了 啊 就波音就不服气 到2020年的时候呢 又搞了一次试飞 结果呢 这次问题兄弟们 更多了 一会儿就是舱门 就给你漏了啊 就漏气了 就密封那玩意 就不好使了 一会儿推进系统 罚门 咔嚓就出故障了 一会儿就把那个 那个那个缆线都断了 一会儿又害气泄漏了 中间就不断调整 不断调整 好在什么呢 好在这飞船 彻底失去控制之前 磕磕磕磕终于 进入到轨道了 我估计是波音公司呢 就是拿回扣给的多 再加上美国也没有什么 别的航天航空公司了 所以说NASA呢 又不得不再次跟波音合作 啊 合作什么 就这一次 呃 发了天 那个叫星际客机 这个项目 前两次这个项目呢 都是无人飞行 但这次不一样啊 那就再人飞行啊 如果真出问题 那不得了啊 对不对 但是呢死活检测 就是不过关 啊 尤其是什么密封条 这个问题 可能有点解决了 其他问题有点解决 害气泄露这个问题 先后兄弟们 你知道咋个事吗 出了拔四问题了 出了拔四 反反复复的 就是不停的通不过 NASA击眼了 最后就大骂 大骂波音飞机 说你到底看不看不 啊 能不能搞定了 啊 这个龙国那个六哥 现在都在 那个月球背面都挖土了 回来研究后几天了 我们连个太空飞行 都做不到 太丢人了 就挨了骂呢 波音也着急了 是不是啊 但是波音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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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年都过去了 波音已经连续造成将军 还有一个事儿 本台刚刚收到消息 在今天上午 巴基斯坦咱家巴帖 也说了公开支持伊朗 要给伊朗提供武器 而且这个武器从哪来的 你们都明白 也是买来的 从哪买的你们都明白 那么说到这儿老铁就问了 说现在面对阿富汗导弹 是也准备参战了 美国咋整啊 真得下场吗 没办法了吗 我跟你们说 这次家人们啊 美国人干的事儿 那叫一个气人呢 气得我真的 我今天中午都手吃好几口饭 怎么个事儿呢 之前由于半岛问题 包括凤梨海这边南海问题 是不是啊 同时出现变故 美国五角大楼不是直接宣布了吗 说等林肯号到中东了 罗斯福号呢 赶紧撒牙的跑路 再回韩国附近 然后对这个亚太呢 进行威慑 是吧 继续作证亚太 结果就因为发现 阿富汗导弹是参战这个事儿 美国中央司令部 进行了几次战争推演 发现如果林肯号 一个航母打击群 自己个呆中东 那被摧毁的概率 不是被干啊 家人们是被摧毁的概率 高达57% 而被直接击沉的概率 也有19% 你说这个后果 家人们 如果你是美国领导人 你能承受吗 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啊 他敢赌吗 一根毛 他都不敢赌 对不对 所以说这次美国先谈判 想要俄罗斯跟伊朗收手 结果失败了 那咋整呢 你只能干了 所以说美国直接舔着个脸 宣布 哎 我罗斯福号 我不走了 我就留中东 我就跟伊朗 我跟俄罗斯 我硬核 我就正正正正面对面的 我跟你叮当四五六一下 对不对 那么说到这儿老铁就问了 说罗斯福号航母 不回亚太了 那这边 亚太这边 空缺了 没有航母了 美国兵力全撤了 相当于啊 那这不是给咱机会了吗 咱动不动手 我跟你们说啊 这就是最气人的地方 亚太多重要 这事不用咱说 美国老自己知道 对不对 一旦丢了 那我们就简直是了 啊 叫那个大鹏一日腾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我恼恼的我们就发展 那得有多夸张啊 这事我跟你说 全世界美国比谁都清楚 对吧 所以说他肯定不会让亚太这边安生啊 所以说家人们 在宣布罗斯福号不走之后 美国立马给谁打了个电话呢 你们都你猜不着 有人说给日本吗 是不是菲律宾 是不是韩国 是不是找事呢 家人们你们全猜错了 全猜错了兄弟们 给谁打电话呢 有没有人知道的啊 哎呀我 真要知道 给越南不是啊 给德国 给德国总理 索尔斯脑下走过这个电话 说赶紧的 你现在立马啊 就是那个大哥这边有事的 你必须顶上啊 你还是你行啊 老德的 说你去那个小本子那儿 还有小韩子那儿 包括小飞子那儿 你签署个双边驻军协议 然后直接把德军干到亚太 当时索尔斯一听都懵了 但是他不敢反抗啊 就这么的 德国兄弟们一天之内 先跟韩国签了一个 叫什么安全协议 然后计划在韩国驻军 驻多少人呢 三千人啊 还有两艘军舰 又跟菲律宾这边 签了个安全协议啊 要在菲律宾也驻军 驻多少人呢 驻五千个德军啊 协助菲律宾海军在南海搞事情 除了德国包括谁呀 英国呀 荷兰呢 大概十五个国家呀 全打算往亚太部署兵力 咱就说了 就你们这些小咔的小缩的 加起来 你十个拔个的你加起来 你能赶上一个美国吗 美国都不敢在咱这 这个五五玄玄 看着咱家都得扫一扫 你们几个加起来 都不够咱家塞牙缝的 对不对 你说这也算实打实的 就是你不是不咬人 你个人吗 你不埋着我们吗 你针对我们呢 对不对 你往死里整我们呢 你干我们妖眼的呀 说白了 就是防止东大 趁着中东大乱 美国被拖下水 然后干大事 这个事情兄弟们 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也就意味着 美国这么部署之后 他在中东下场的概率 现在已经达到90%了 懂吗 要不然他不可能让德国 英国这些国家 燃止亚太的 但是咱得多说两句了啊 咱就不提当年这个 这个联合国军 被许愿军打的都啥样的 啊 这这酷都提不起来 撒压的跑路了 就是现在 刚才我都说了 美国人你自己都不敢上 当时小飞的跟咱家海警船对峙的时候 那加拿大的军舰 美国的军舰 航母就在旁边看着 就不远的 你来呀 对吧 每天你走两步啊 你都不敢来 你拍这些什么玩意儿啊 三脚猫功夫的 什么德国英国意大 来 再告诉你们啊 就是首先这是一个地缘困境 就西泰地区绝大多数的关键海峡 关键水道 现在都受控于美国 或者是美国的小弟 美国的盟友都控制着呢 美国或者是日本 只需要在若干的海峡两侧 部署一系列的暗机打击武器 就能以非常低的成本 直接干了我们的海军 直接把我们海军封锁了 早在2013年 日本在哪呢 在宫谷 宫谷岛吧 在宫谷海边 宫谷岛 部署了射程是150公里 88式的 叫暗舰导弹 前几年又部署了 射程在220公里的 叫12式的 12式的 一个反舰导弹 能一次 骑射上百枚的反舰导弹 事实上已经火力捏死了 宫谷海峡了 宫谷海峡知道不 哎 龙岳你说对了 宫谷海峡 火力捏死 宫谷海峡 莫问归期 对 关岛现在已经在我们打击范围了 你接着听 为什么我们此时此刻 要做这个岛内外联合 联合起来的那个演习呢 因为我们先有这个能力了 那么假如我们现在没有啊 一旦战争发生 小本的方面就具备什么呢 随时以暗机导弹 封锁我们海军 通过这个非常关键的 要道这个能力 这对于穿越岛链的我们海军啊 产生实际性的威胁 说实话 对我们海军水面舰艇编队来说 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那么老体嘛 如果不能破坏这些岛链的封锁 啊 就是 就是我们东方大国的 就空军海军 谈不上有突破 你更别谈远洋了 哎 因此什么呢 如果真想刀枪炮 如果真想刀枪炮 宫谷岛 还有个石原岛 啊 这些第一岛链的关键岛屿啊 必将会首先受到我们海空力量的 远程导弹的重点打击 懂不懂 要让他们化成一片火海 要把他们碾成塞子 以便我们的舰队 能够进出无碍 懂我的概念吗 就是我必然会把这些药道 控制在我自己的手里面 要想解决凤梨问题 首先砸碎第一岛链 同意我的观点吗 就是稍微同 稍微懂一点的 就应该你们能明白 同意我的观点 口婆同意 所以说兄弟们 几十年来啊 你看美国为什么扶持日本 为什么扶持菲律宾 包括新加坡啊 这个国家 对不对 锁着各种宫谷海峡 马六甲海峡 对不对 几十年来美国 日本方面 一直想利用凤梨岛 菲律宾 冲绳岛 这些岛屿的军事设施 在第一岛链 整出来一个隐形的枷锁呀 就把我们扣死 对不对 目的就是要形成一个封锁链 阻止我们的舰队 随意出入到西太平洋 懂不懂 所以说我们的航母打击群 近几年啊 多次出现在凤梨岛以东 以西啊 西太这些海域 与美国航母 真的是隔海对峙啊 啊 也明确表达了我们的决心 随着我们的这个海空军 整个实力不断的增强 我们现在已经真真实实 为什么 刚才就有个问题说 就是 为什么现在我们要进行 这个岛内外的联合军演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把这条岛链砸熄碎的强大能力 懂吗 没这两下的不敢整这个军演 目前老铁们啊 就是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海 陆空 三位一体的远程区域 拒止作战能力和体系 刚刚老铁说 关岛在我们的设计设计范围之内 对 就是 所以说谁也不敢来 来了就干死你 对不对 你要干我一下 我能让你灭国 就这样 以陆基的 就是东风二六地 东风二六反舰 弹道导弹 对吧 空机的 这个基载的空射的那个高超约素的 反舰导弹 海机的 是吧 舰载的高超约素反舰导弹 这些打击中心都可以为核心 从而获得空前的对海洋的远程打击控制能力 具备在第一导演 第一导链以远海远距离的暗机 我能干死你 勒制你 这个能力 我压制你美国航母 压制你美国在所有第一导链上的空军基地 导弹基地 雷达基地 这我们做到了 才能做到打击第一导链 打击第一导链做到了 你才可以去讨论凤离的事情 都有的概念吗 所以说现在我们敢这么演 就证明我们有这个能力了 听懂我概念 这个不是我的观点 加什么 我再说一遍 而且呢 还是专门朝着联合利监2024A 在花莲旁边那个基地 呱呱一顿往那冲 然后兄弟们搞笑事来了 美国人他自己选择 拒绝无线电通话 对不对 就什么概念 你拒绝沟通啊 如果拒绝沟通 你就不怕我误判呢 就美国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 美国五角大楼 美国白宫都不敢跟我们拒绝通话 吓死了 对吧 那你们想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要提醒美国人进入到危险区域 你该怎么办 很明显 咱就刀枪炮 我用你能听懂的方式 我提醒你 电话你不接 直接干你家门口 干你家门口 不行 直接把你家砸了 对不对 直接火控雷达 呱就召开了 就给他们哗哗哗 一顿照 一顿提醒啊 也就这么的 美军的距离 凤梨省 还有470多公里的时候 那家伙 被导弹锁定的警告 滴滴滴滴滴滴 直接挠挠响 当时美军还寻思呢 咬牙剁咬 既然你锁定我了 我也锁定你啊 结果就在他们准备 这么干的时候 我得给我乖乖 一看雷达坏了 尿不是直接尿洗碎 直接放弃了 为啥呀 因为这个玩意呢 不是一个导弹锁定的 最起码都有20发导弹 直接把它给锁定了 而且目前还不知道 什么型号 不知道什么型号 锁定了他 那你说航母 他就在那打20发 哪怕你中午发呢 你这航母直接在 咱家门口 扫进一张 刮敬你刮陈寒 你还咋 你还咋横了 在海上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美军参联会主席 布朗直接就接管指挥权了 说现在赶紧给我跑 布朗直接打电话了 赶紧跑 兄弟们 你们距离就是大路那么远 你绕一下 直接能摆脱瞄准 也就这么的 美军航母 左绕右绕 呱呱一顿转圈 而且在绕的同时呢 还在慢慢的靠近凤梨省 那么说到这 大家是不是觉得 这次如果真让美军的航母 切入我们的军演范围附近啊 那岛内那帮人 还不得直接高兴上天呢 哎 我跟你们说啊 就这种担心 纯属多余 美军是傻子吗 他不是吧 那美军是那种 愿意为了美国政客 政治游戏 抛头颅 洒弱血的英雄吗 他也不是吧 那了解这些前提之后 咱就可以说结果了 美军这边越靠近 那家伙瞄准 他的导弹越多呀 仅仅坚持15分钟 美军联席会主席小布朗 直接一声令下 赶紧撤退 让美军扛摩撒压的跑 截至到开波前啊 我看了一下 你们知道已经撤到哪了吗 从今天凌晨三点开始跑的 以三十节的速度 一路向美国的关岛军事基地 也就是第二岛链 直接撤退 我的妈 按照这个节奏啊 我估计今天晚上 直接要撤回到关岛了 说到这儿 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很遗憾 说这到最后不是也没出手吗 而且就看人家美军就这么跑了 多啥呀 怎么说 如果这么想 家人们你们大错特错了 老铁们你们还记不记得 美军这个航母是干啥的呀 它是有两大任务的 第一大任务要干扰龙国的 叫联合力舰2024A军演 对不对 第二个任务 就是通过干扰军演 给北约的盟友展示实力 对吧 然后为了六月份的环太平洋军演 你做好铺垫 结果呢 你看美军干的 那叫一个什么事呢 说好了干扰 到最后被人追着跑 追着跑路 而且跑到第一岛链还不行 那家伙直接跑到第二岛链 那心里才踏实 才安全 就这种情况 换你是美国盟友 你受得了不 为什么我要成为你美国盟友 你美国盟友压榨我 你美国盟友剥削我 我当你盟友 我有可能要死 我为什么要当你盟友 因为你能在军事上 地缘政治上 资源政治上 你保护我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换你是美国盟友 我就问你 你能受了吗 我凭什么当美国的盟友 反正我是真受不了 哎 要是他盟友 我直接就把自己家军舰 我发动机 我都给砸了 我拆了 我不活了 啊 我都不不知 我都不遭那个罪 长途跋涉 大几千公里 你倒好 你美国大哥领着我们咋的 啪啪让人三嘴爸的呀 你想是不是这个事啊 而且这次怎么说呢 北约这边出的问题呢 还叫好事 毕竟这个军演是六月份举行的 美国还有时间去撮合一下 实在 咱说巴以的事啊 呃 说说完我都忘了说哪了啊 咱继续说 呃 今天巴以的事是有点大的朋友们啊 什么事呢 这次这个中东局不是紧张了吗 紧张完之后吧 这个美国人们不是老早就喊说 让美国人撤球吗 记不记得 但是美国政府办事吧 他挺绝的 有钱了 给你拉回来 没钱 没事的 不好意思 你自己想办法 那这么一整呢 就好多 这个这个 有一些美国人 他就没法撤呀 没钱撤不走吗 仰仰说这个美国人 对枪击案呢 包括什么战争啊 都非常非常熟悉了啊 就算没 没辙 你撤不走 你照样能觉得说 感觉能保护好自己啊 啥事没有 但是呢 就万万让人没想到吧 以色列本土被干了 你知道吧 以色列现在这个形势非常害怕 然后把这些美国人都给逼击眼了 到什么程度呢 你们压根想象不着啊 就这次啊 有个美国的女性公民 有个女的 美国人 没钱呢 美国政府不接她 他就没离开以色列 有硬耗的啊 就在被战火 就在战火当中待了好几个月 给他给炸崩溃了 兄弟们 他以为这事吧 就是炸两下了 很快就结束呢 但是他也没想到啊 他平时不关注局势吗 是不是啊 你说你得关注 你得多看苏直播 苏直告你危险的 没看 不听话 所以说随着这个局势的发展 这个女性就明白了 什么啊 压根看不着结束战争这个鼠翁啊 于是朋友们 在一番纠结之下啊 这个女性的 这个美国籍的女性 二话没说 直接徒步啊 走了 走哪去了呢 兄弟们 从以色列 你早走 走到十一路啊 叼叼自己走啊 边走边连签名啊 一一一条道走到了 那个约大和西安 然后呢 他到这约大和西安之后吧 这这女的还挺有脑子的 就召集 他就召集当地人去搞抗议 哎 就抗议以色列对法塔赫地盘的侵略 那你说老铁们 换你以色列你能忍吗 肯定忍不了啊 对吧 现在呢 周围一圈 谁都 这个这个这个干不了 就法塔赫好欺负 你带着法塔赫老百姓 你高反抗 你这不是跟以色列对着干的吗 于是啊 就这么的 这个乙军呢 就直接出动了大量的什么 坦克啊 装甲车啊 把军队啊就开始镇压啊 就说他他他不许抗议了 把你回家待着去 然后杀你们就活该 瞧你们地方你应该的 是吧 约大和西安所有老百姓不准抗议 而这个美国籍的女性呢 他也是真杠啊 朋友们 像说了 你 你这舞舞玄玄的 你捂着他们行 老子可是美国人呢 你以色列你敢动我啊 所以眼看这个以色列的坦克抓车都干过去了啊 结果这姐妹一点没怂啊 哎呦我 继续在人群里面抗议 有人会说说 这你都不胡哨的吗 都比 比比比比 比咱家叔的虎啊 说实话我觉得还真不是啊 你们想 前几天 乙军在加沙发现六个人质 还有一个美国人的尸体之后 那瞬间加什么 大街小乡七十多万人 现在都上上九十多万人了 上街抗议了 最后把内塔尼亚湖这个房子都给砸了 如果你啊 你在当地 你看到这些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美国人的身份好使 美国人身份好不好使 肯定好使啊 所以这个美国籍的这个女性的想法 客观上讲呢 她是没错的 那么兄弟们问题来了 她错到哪了呢 很简单 这次抗议活动 根本就不是以色列人自发的 而是美国政府背后推动的 说白了 死了人质和美国人 都是美国政府的工具 以色列对这个事呢 那是心知肚明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姐妹很明目张胆 跟以色列对着干 那不干你干谁呀 对不对 现在的以色列 或者说内塔尼亚湖 我告诉你啊 用咱家一个邂逅语说 你就死猪不怕开水烫 反正都死了一个美国人 你再杀几个又何妨啊 对吧 于是就这么的 这个女的 站那个约旦和西安 反抗队伍的最前面 马摇旗呐喊 五五玄玄的 突然直接 蹦一声 狙击枪 把给大脑门的给干洗碎呀 给你爆头了 当场 梦屁 没错 就这么简单 直接给你爆头 那说到这儿 老姐就问了 说这么一搞 那民主党那帮人 是不是就更有理由 去守身那塔尼亚湖了 错了兄弟们 要是放在停火之前 那两天啊 民主党肯定就这么干了 但是现在美国还敢吗 压根不敢了 就短短几天 加什么 内塔尼亚湖 早就把局势给你整乱套了 再加上暂时停火 马上不是结束了吗 而也门胡塞武装 这六万大军呢 也是随 非常开心 又一次跟大家见面了 非要不都说 咱们直接开始咳了 好长时间不讲印度了 感谢笑兵啊 印度这个事呢 其实 因为它一直都是热点话题 它是热门地区嘛 对不对 大家都 都是对这个 逢讲印度必长人 对不对 加什么 但是呢 有一个事啊 就已经辟谣了 我们在直播间 好像也提过一嘴 就是说在那个中印边境地区 不是延伸了 什么二十公里吗 然后又死了多少人吗 这是辟谣了 但是呢 印度跟巴基斯坦边境呢 这两天确实出事了 那么今天咱都不讲 因为这些事呢 都不是最重要的 今天印度有过 什么最重要的事呢 老铁门 它在中印边境 把MQ9死生乌人机给撤了 有没有人看这个新闻呢 直接把MQ9死生乌人机给撤了 而且印度议员更是直接提议 说干嘛呢 要把剩余的 这个美国还没有交付的 不是买了三人价 花了三十个亿吗 说要把剩余没交付的那些 MQ9给退货了 不买了 原因非常离谱 竟然是因为什么呢 说就在72个小时之内 野门胡赛武装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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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一次击落了MQ9死生乌人机 那么问题来了啊 美军为啥这么投铁 一定要用MQ9去偷袭野门呢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跟你说现在啊 我说句实话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们答案家人们 因为美国没的可用了 你除了MQ9没有别的用的 他没办法了 而且现在我告诉你个实话家人们 MQ9就算废了 知道吧 整个MQ9整个的机身 包括里面的技术 包括他的就是你反侦查 包括那么小 都被人给研究明白了 这边MQ9不仅在中东啊 在俄乌也被打开 定到四五六好几架啊 而且你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最强八六后 亮出来一个新款的无人机 跟MQ9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MQ9基本上就废了 那具体怎么回事 一会儿跟大家讲一讲 这是第一个话题 而且第二个话题啊 昨天确实是我得承认个错误啊 我就误会那个 那个佩泽西西洋了 这这这哥们呢 有点脑子的 说实话啊 这伊朗总统呢 新的这个总统佩泽西西洋嘛 他不是去访问那个 那个伊拉克了吗 啊然后呢呃包涛迁都这个事 我昨天也仔细的啊 研究了一下 看了好几篇专家分析的文章 我觉得我分析呢 确实我不是军专家啊 我这个眼睛也小 咱也没有那么多专业知识 呃稍微有一点偏差偏妥 但是今天我给大家详细 我看了好几个观点 好几个文章 我说一说 就是我比较认可的 这个这个这个观点 好不好 而且今天除了这个事啊 迁都这个事之外 还有个什么事呢 就是伊朗的总统 突然之间访问了伊拉克 而且美国中央情报局 也发现端倪了 竟然直接提议 炸掉专机伪装成事故 老体们这就奇怪了 美国发现啥了 怎么会这么狠呢 刚弄死一个来西 那个来西 又要弄死一个新的 伊朗的总统 他干什么 这第二个话题 而且第三个话题 还是在中东 什么事呢 美英又联手了 出动了几十架战斗机 甚至美国连核潜艇都出动了 你们知道干啥去了吗 有人说是不是干伊朗 你们觉得是干谁 家人们 你们觉得干伊朗 我扣不扣一 不是干伊朗 我扣不扣二 美国老体们啊 美国和英国几十架战斗机 甚至连核潜艇都出来了 去干谁 直接要对野门发起报复 哎 苏东坡说对了 对野门发起报复 叮当四五六 一顿炸完之后 老体们你知道 几十架战斗机 还有一个核潜艇 达到什么样的 这个战略目标了吗 有没有知道的 看不看新闻的 我估计你们看这条新闻 没有看到结果 什么结果呢 只炸了野门胡赛武装 几架无人机 包括两套导弹发射系统 什么概念 老体们 战损比是 就是机器前的战损比 能够达到一比一千了 一块钱 就是野门胡赛武装 一块钱 不是一千块钱 这个是我少说的 啊 这是还有什么呢 美军的核潜艇差点出事 就在这波攻击当中 差点出事了 兄弟们 啊 到底什么情况 一会儿跟大家说 这是第四个新闻了 还有第五个新闻 也跟中东有关的 啊 第五个新闻 也跟中东有关的 有人说龙国该出场了 对不起 加尔曼出不了场 一点点都出不了 啊 继续说 叙利亚这个事 我跟你说 叙利亚最近真的站起来了 他这个地理位置很关键 伊拉克也很关键 你知道吧 叙利亚这个位置 关键到什么程度 但凡你要干以色列 但凡你要草上草落 这个这这片区域 叙利亚这个位置 它是属于中间的 够谁都能够得着 所以他为什么站起来了呢 以军时隔三天啊 对叙利亚叮当四五六 又发起空袭了 这是咱昨天说过 但是兄弟们 有一件事咱不知道 今天才爆出来的 什么事呢 叙利亚直接出手了 这次啊 一点没遮着眼眼 摊牌不装了 直接用S300 在地中海 把乙军F16给干了 干的不是美军的 干的是乙军的F16 可问题是什么呢 叙利亚这么做 她不怕吗 原来她不是